2013年 辽宁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 在普查相关水下文物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艘沉没的铁甲舰 2014年8月 国家文物局开始对这艘铁甲舰展开水下考古 同时将该沉舰命名为丹东一号 听到这儿啊 有些伙伴就好奇了 是甲午海战 咱们学过中国历史都知道啊 志远舰 邓士昌 这听着都耳熟啊 话说在清朝末年 那时候清政府闭关锁国 朝廷腐败 各国列强呢 也都是纷纷的来入侵啊 掠夺 清政府都被打怕了 但他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呢 你别管是英美还是德法义 甚至是邻居日本 想要入侵大清 他们都得从海上来啊 这些国家都可以是有运输军队的船舰 但是清政府 你别说真正意义上的海上舰队吧 连个海军都没有 所以就为了把这个海军给他支起来 那晚清重臣李鸿章 他就组建了北洋水师 在1885年 李鸿章花了84.5万两白银呢 向英国订购了一艘当时速度最快的巡洋舰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致远舰 这致远舰当时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巡洋舰 有多快啊 是普通的炮舰的八倍 怎么样 牛包 可以说 这是北洋水师实至名归的主力战舰 除了致远舰啊 清政府还花了当时的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购买了大量的舰船 和两艘重磅的铁甲舰 反正总而言之吧 耗费举国之力 号称是世界第六 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就成立了 英人铁甲舰管带牛腹山 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基学院 任远铁甲舰管带林台增 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基学院 志远舰管带邓史昌 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 在位 开口 老夫惨淡经营 二十余年 如今中国强盛之力可待 没过几年 1894年 日本呢 不安分 就挑起势端来了 就拉开了甲午海战的序幕 这一战 以北洋水师惨败告终 志远舰是全舰沉没 除了七个人获救以外 这舰上有246名官兵都遇难了